各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罗汉的故事 是樱陀德会尊者的故事 尊者的相貌非常的有威仪 而且尊者是福慧具足的大圣人 尊者他是刀利天 也就是三十三天的统领 他率领四天王众 所以被称为天主帝士 在佛教的经典里面 提到的尊者有许多不一样的称呼 包括像大家最常听到的 士提环音或是乔施迦 这个在大波涅槃经或大波仁经里都有提到 像在楞严咒里面 尊者是被称为南摩因陀腊爷 尊者有另外一个名称被称为摄之夫 原因是尊者的妻子是阿修罗女摄之 所以在某些经典里他被称为摄之夫 尊者所住的地方是在须弥山顶的刀利天 刀利天的正中央是善建城 也就是尊者居住的地方 刀利天周围东西南北四面 分别有八天所围绕 所以总共是三十二天所围绕 刀利天是我们佛教经典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集会场所 包括像是地藏菩萨本院经理有提到 佛陀就是声道道利天宫 为母亲摩爷夫人说法 像在《华严经》里面 《华严经》里的七处九会 其中第三会 就是在道利天宫里 由法会菩萨为上手 来宣说十住等法门 大家都会好奇 尊者是以什么样的姻缘 成为三十三天的天主呢 所以大家就跟佛陀请法了 那时候佛陀在王舍城的 迦兰陀族园 就告诉诸大比丘们 避世天 他曾经有一事为人的时候 因为他修行七法 福德具足圆满 而且呢 他在这修行这七法的时候 他远胜于其他的人 所以而死后升天 成为了道利天的天主 那尊者所修的七法是哪七法 分别就是供养父母 尊重师长 和言软语 尊者不恶口 不两舌 常说真实语 而且尊者常行布施 行布施的时候 不执着 而且是平等的诗语 尊者因为修行这七法 圆满具足 而具得大福报 死后升天 成为道利天天主 那另外一个 是尊者曾经有一事 在家舍佛的时代 那时候尊者是一位非常贫穷的女人 有一天 这位贫穷的女人 她外出的时候 看到有一座佛寺 这个佛寺因为年久失修 而整个非常的破落败坏 而且里面的佛像也都毁损了 这个贫穷的女人呢 她就想要好好的来修补这个佛像 重新把佛寺建造好 她发起了这样子的心 可是她实在太贫穷了 她没有钱能够做这些事情 所以她就开始劝发 她周围她所认识的人 就这样子大家口耳相传 一传十 十传百 最后募集了 包括总共这位女人在内 总共有33个人 大家一起出资 出力 来筹建 重新修补佛寺 重新来修补佛像 那也因为这样子的姻缘 这个贫穷的女人 因为她是召集人 所以当大家死后的时候 因为修补塔庙 修补佛像这样子的大姻缘 大功德 死后升天 这个贫穷女人 因为是发起人 所以她最后成为了 刀利天的天主 这个是因佛德会尊者 她得以有这样子的大福报 大姻缘能够成为 刀利天天主的原因 因为她修行 修行七法圆满具足 而且修了大福报 大功德 以上是西木今天跟大家分享 因佛德会尊者的故事 阿弥陀佛